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9月21日傍晚的5点34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在广州的立湾区 这条路叫做长寿西路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现在这路上挺多人的 下去了 因为现在正级是差不多到了下班高峰期吧 也不对 因为今天是周六啊 大部分人都不上班了 所以的话现在又趁的是傍晚时间 很多一些人都出来逛街了 因为可以看到这天是阴天 这个温度啊没有特别的闷热 是比较适合出来逛街的 现在这路上也是 出来错完的 还有可以看到这两盘的店啊 都是各种的珠宝店 因为这里的话就是广州一个十分有名的珠宝批发市场 不仅这一条路吧 连这一带都是 这一带班员 连公里吧 都是做珠宝的 不知道这里的珠宝价格怎样 规模挺大的 按道理来说 这个价格应该挺便宜才对 今天的金价592 涨了 在前几天的话看到是580多的 现在差不多临近600块了 有点夸张 最近两年这个金价呀飙涨 因为环境是世界的硬通货啊 如果在10年前 除了很多环境的话 那今年肯定撞到8了 就加上也差不多到国庆了 国庆的话 我不知道外省吧 反正国庆期间 是这个结婚的高峰期啊 但是接近600克一克的环境 买它一个 时刻都要 6000块了 这条路叫做文餐南路 这里急走可以走到广州的上下九步行街 这里急走的话是可以走到广州的华林市 这里急走也是可以走到广州的上下九 哇10块一个 这么便宜吗 10块一斤 换一下这一遍吧 这人的话比工作医的时候啊多了很多 工作医的时候我来过这里 发现这路上逛街的人 先帝来说比较少 因为广州的话不像00年代 甚至是10年代了 广州的街上想要多人 要等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意了 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 以前由于这个经济啊 其他省份发展的不怎么样 而广东的话算是挺不错的 在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东西南北中 发财到广东 所以的话就使得很多一些外省的人 涌入了广东 就使得广东遍地都是人 随处可以看到都是人上人海的 但是随着我们国家这几十年的发展 很多城市啊都发展得挺不错了 一切的话就使得很多一些外省人啊 留在本省发展了 就加上这几年来 我们国家的互联网 晋能手机的普及 也算是十分成功了 现在可以说是人手一部手机了 就加上现在什么网购啊 外卖啊之类的兴起 也促进了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一些 心态 就变得不怎么喜欢逛街了 因为在家里面 动动手指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不到非必要都不可能出来逛街了 牛杂 看着挺不错的 看着挺不错的 所以的话现在广州啊不可能再出现 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情景了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评论啊 一看到广州这么少人 他就会说广州落寞了 其实的话并不是广州落寞了 而是我们的时代进步了 社会在发展 广州 广州还是那个广州 甚至是比30年前还要发达的广州 我摸到小一个啊好吧 因为我去过全国很多地方旅游 我发现很多省份的省会城市啊 建设的都十分漂亮 也就是这40、20年前的经济发展最好的见证 这里去走 就是广州的上下九步行街了 我这里去走 可以走到广州的陈嘉池 上下九的话就不逛了 带大家灌一下这一边吧 要不逛到陈嘉池 就是带大家灌到北新路吧 这里去北新路的话有点远 先隔三公里吧 可以看到前方有一些瓦房 而且这些房子的话都是比较老旧的了 这些房子就是过去广州大名鼎鼎的西光大屋 虽然现在看起来十分的老旧 但是在过去的话这些房子啊 也不是谁都能住的 因为这些房子 可以说是当时的豪宅 因为当时的立湾区聚集了很多一些富山迷人 达光显贵的人 经过岁月的变远 这些房子慢慢也长老了 当时的话不可否认 这些房子在过去都是一等一的豪宅啊 这里挺热闹的 我之前来的时候都没有见过这么热闹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很多一些房子啊在装修了 我都说了这些房子的话好有历史了 少了几十年多了三百年 如果平时再不装修维护一下的话 慢慢就倒塌了 现在这些房子啊可以说是广州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啊 十分重要的 因为这些房子也是广州文化最好的见证 看这一栋就挺漂亮的 虽然充满了树叶的痕践 最东也是挺美的 好了 容易想到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继续带大家来逛一下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